她就时常丢下我去照顾她 每次我闹 她就会不耐烦地皱眉 木木 你可不可以大肚点 她只是我的妹妹 她的身体不好 你不知道吗 后来 我遇到个有心脏病的柔弱少年 少年很可怜 很柔弱 当我刺幼刺地丢下男友去照顾少年时 男友终于按捺不住了 你又要去见那男人 我是你男朋友 还是她是你男朋友 我皱眉 简衡 其余她有心脏病 你不知道吗 她只是我的个弟弟 你可不可以大肚点 木木 我今晚上公司有点是不回来了 你自己先吃点饭吧 匆匆地留下这句话后 简衡就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我出神地看着面前的一桌子菜 等了个多小时的菜已经凉了 我笑了声 起身将凉掉的饭菜给倒掉 简衡怕是忘记了 今天是我和简衡恋爱五周年的纪念日 真的是公司忙吗 我心里已经有了个答案了 怕是今晚上又去她的养妹许青青那边了吧 自从两年前她的养妹从国外的疗养院回来的那刻 我们的生活里就处处是她的影子 有时候是白天 有时候是深夜 只要许青青在电话里哭好几声 简衡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手上的任何事任何人 直奔许青青那里 包括我 我不是傻子 我可以感觉到简衡和许青青之间 旁人插不进去的暧昧感 这个旁人包括我 我不是没有闹过 我曾经闹过许多次 面对着我的质疑 简衡脸疲惫 木木 我和她真的没有什么 她只是我的养妹妹 我们从小起长大 我不能抛弃她 她的精神状态真的很不好 我讽刺道 你是医生吗 你去了就要到病厨 你不知道许青青是故意把你喊过去吗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和她的暧昧吗 简衡这时会很生气的瞪大眼睛 仿佛不可理喻的那个人 是我样 木木 你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 疑神疑鬼的 我要是和她 有什么还轮得到你吗 你真的变得我看不懂了 我曾经听过句话 当女人戳中了男人的心事之后 男人就会用愤怒来掩饰自己的心虚 简衡应该很心虚吧 面对着简衡的刺右刺离胎 我曾经崩溃过 哭闹过 但是也只是曾经了 简衡此刻再次抛弃我 并没有让我觉得很伤心 这次恋爱纪念日 我也不是定要和她过的 我只是在确定见识 我心如止水的看着垃圾桶里的菜 看来 我已经不再喜欢简衡了 男人 就像是冷掉的菜一样 心既然已经不在你这边了 那就该适时的扔掉 垃圾 就该好好的待着垃圾桶里 晚上 我做好护肤 美美的躺在床上刷着抹音 身边的冰凉 没有让我感觉到不适 我独自享受这样的大床 这似乎更有利于我的睡眠 大约11点钟 许清清给我发来了几张图片 图片上是简衡为她做饭的背影 我和简衡在起年 她从来没有为我做过饭 她常常说 男人应该在外面打拼 做饭这种事 不适合我 我只要好好养育就好了 而现在 这个口口声声说不做饭 说养我的男人 正在为别人洗手做羹汤 没有点不情愿的模样 许清清查言查语道 姐姐 多谢你今晚上将简衡哥哥让给我 不然我的心病又要犯了 我回复她 许清清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你比我大两岁吧 那边的许清清没有回复了 但我知道此刻的她定是气急百坏 许清清这人最在乎年纪长相了 有次 简衡带着我看电影 许清清非要插在我们中间 和我们一起去 有好几个男大学生跑过来 找我要微信号 还快我年轻漂亮 许清清当时脸色就不对了 差点维持不了她的柔弱小白花形象 许清清在简衡面前 只是柔弱的小白花形象 护士她最大的保护武器 但她也算不上个聪明的人 如果她聪明 就不会选择用微信发信息的方式 在我这里显摆 只能说愚蠢又自私吧 我面无表情的 将许清清今晚发给我的炫耀信息 截屏下来 等以后找简衡分手的时候 这些倒是成了很好的理由 先让许清清得意着吧 越得意被捧得越高 往往摔下来的时候会更惨 一天是休息日 早上 我吃完早餐 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门外传来门锁的响动声 简衡打开门换鞋子 我和她对视眼 简衡将大衣随手 放在门侧的衣架上 坐到我左边就要抱我 木木 我回来了 声音很疲惫 看来昨晚上照顾了许清清夜 没怎么休息好 真是辛苦了 我起身躲过她的拥抱 随后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 简衡的手还呈现拥抱状 她神色将视线追随着我的身影 木木 你是不是误会了 昨晚上我在加班 你相信简衡 我不想和她掰扯这个 不耐烦的打断她的话 你还记不记得 昨晚上是什么日子 简衡愣了几秒后 翻开手机查看日期 对不起 木木 她想都没想 就向我道歉 木木 是我的错 我时间心急 居然忘记了 昨天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日 我今天不记你好不好 但是昨天我公司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没来得及陪你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 真的是公司太忙 不是其他原因吗 简衡顿了顿 坚定的点头 是的 哦 好的 我点点头 我知道 此刻的我现在面色 定很是平静 简衡朝着我撒谎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这段时间 她撒谎的次数太多了 这家伙还真是扎得彻头彻尾 我起身 朝着门口玄关处走去 可能是意识到 我此刻太平静了 简衡有些不安 她挤不上前拉着我的手 木木 你要去哪 我们不是说好 今天过纪念日的吗 我吃笑 谁和你说好的 凭什么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今天公司里有事 我得出去烫 简衡慌了 可是今天是周末 你公司里能有什么事 你这段时间 不是周末也定上公司有事吗 怎么 我就不行了 我不耐烦的推开简衡 让开 别挡路 我确实是有事 只不过不是公司的事 在外留学年的 闺蜜齐同回国 我和闺蜜前几天就约好了 今天要见面 齐同将我们约会的地点 定在了家比较安静的咖啡厅 此刻 我看着安安静静 坐在齐同身边的美貌少年 微微皱起了眉头 我忍耐着不耐烦 用食指敲了敲桌子 彤彤 我知道你喜欢你男朋友 可我们好几年没有见过面了 你这样带着你的男朋友 和我见面是不是 谁告诉你他 是我男朋友了 你不觉得我和他长得有点像吗 齐同打断我的话 解释着 这是齐宇 我堂弟你不记得了吗 前几年 我经常带着你去看他的 他和我起出国 在国外疗养院 待了好几年看心脏病 这次和我起回国 他想要见见你 齐同的话 拉回来我的记忆 刚才没有仔细看面前的俊美少年 因此没注意他的长相 我仔细打量着 念前的俊美的少年 找回了记忆 在几年前 齐同还在国内的时候 经常带着我起照顾着 有心脏病的少年齐宇 齐宇比我小碎 在记忆里 他是只很瘦弱的 没想到 短短几年的变化 让这个少年的变化如此之大 我的怒火消下去 随之而来的是歉疚感 齐宇身体不好 我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我看向齐宇 你回国了 是因为身体好点了吗 齐同张了张嘴准备说话 就齐宇给抢话 他摇摇头 声音虚弱 看起来好不可怜 姐姐 我的身体还是不太好 姐姐对我的好 我只都记得 我在国外只惦记着姐姐 这次回国 就是想要用为数不多的时间 好好看看姐姐 我心里疼 我和齐宇之间 其实算不上很熟 对他也算不上很好吗 只不过几年前 陪着齐同看过他 话也很少说过 只不过偶尔陪他散散步 没曾想这个少年 居然直都记得我 我更歉疚了 这几年 我早就忘记了齐宇对的人 可他因为我对他 他那点小小的善意 只记着我 有的人你为他付出了所有 他也可以冷落你 不在意你 甚至而在家欺骗你 有的人你只是给他 点小小的帮助 他就直都记着你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还真的大 齐同尴尬的笑了笑 轻轻推了推齐宇 又看上我 乌木 你别听他的话 齐宇他身体好多了 连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去年他已经做了换 齐同还没说完 齐宇就拼过头 低声咳嗽了几声 彤彤 我知道你怕我担心 可是你看齐宇这个样子 像是身体好些了吗 齐同的笑容僵 齐宇轻轻摇头 漂亮的大眼睛直看着我 眼里似乎含着泪光 姐姐 你不用心疼我 我心疼你才对 我在齐同姐那里都知道了 你男朋友是不是有了其他女人了 姐姐 你那么好 哥哥居然不珍惜你 我真的替姐姐你感到不值得 我微微愣 我经常和齐同说 简横和她那个养妹之间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 齐同居然把这样的事告诉了齐宇 我虽然对齐宇心疼 没错是我说的 我真的是太生气了 你原谅我吧宝贝 我看看齐同 又看看齐宇 隐隐约约觉得哪里不太对 回到家的 似乎已经快要晚上十点多了 和闺蜜在齐 难免话会说的多了些 再加上齐宇这个小孩子嘴很甜 可不姐姐的喊着我 和她们在齐 比和简横在齐要舒服得多 简横坐在沙发上似乎有会儿了 看见我回来 她起身迎接我 我自然的躲过简横的触碰 不在意的问道 你今晚怎么回来了 不去陪你的好妹妹 孟孟 你看看你 又吃醋了 今晚上这么晚回来 也是在和我置气吗 我和你说过许多次了 轻轻她 只是我的妹妹 我看着似乎本正经的简横 笑了声 我置气 简横 你妹妹也太高看你自己了 我逼开要上前抱住我的简横 为了你置气 我还没那么无脑 我真的有事 可是你这么晚回来 太不安全了 工作什么的都可以放放 你不是也经常大半夜回来 怎么 就许你有事 不许我有事 这么双标 我和你不一样呀 简横脸为我好的模样 我是个男人 工作必须得好好完成 可是你的女人 以后还不是要和我结婚 在家上副轿子 没必要直这样听 真是没句我爱听的 我冷着脸看着简横 这可 我清晰地感觉到了 自己对她的厌恶感 简横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 也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今天就在这里明确告诉你 谁也没有我的事业重要 虽然今天我不是出去工作的 但是简横的这番话 真的是让我恶心透顶 也让我彻底看清楚了这个人 我继续到 谁阻拦我的事业 我就踢掉谁 包括你 简横 在白痴灯下 我清晰地看到 简横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他拉着我的手 想要解释些什么 我面无表情地 推开了他的手 嗯 信 自从那天和简横闹了矛盾之后 简横对我殷勤了许多 也许他意识到了 我对他的不在意了 我依旧懒得理他 简横的公司有我的投资 我最近正在考虑着 如何将我的资金抽出来 然后就和简横说再见 个心意又看不起你人的自大男人 我和他分表都不想多待 大学时期的简横不是这个模样 那时候他和我最常说的话 就是支持我的妻选择 他的眼里也只有我 可是什么时候变的呢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了 也许他开始就是这样的人 只不过我看错了 下班推开家门 就看见简横正端坐在桌子上 在他的面前 是桌子精致的菜 看到进来 他起身 笑音看着我 目目 我们俩好久没有在起 好好吃顿饭了 今晚上我在家高档饭店订些菜 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给许清清亲自做饭 给我就是订饭 这爱与不爱 差距真的大 我嗡了声 坐在饭桌旁 慢悠悠的吃起饭 简横没怎么吃饭 他直在和我找话题 我不怎么搭理他 他认真道 目目 我想清楚了 你不喜欢我去找清清 以后我就不会私下单独见清清了 你才是最重要的 我顿了顿 看向了面前的俊秀男人 男人言辞恳切 急于表达自己的忠心 只可惜 他的话我个字也不相信 我筷子还没放下 简横的手机响了 他顿了几秒钟后 起身去阳台接了电话 大约两分钟后 他又回来脸 歉旧地告诉我 目目 公司出了些事情 我得尽快赶过去 不过你放心 明晚上我订带你 瞧瞧 这才过了多久 又要用工作为理由 欺骗我去见许清清 恩恶心 你去吧 我也要去开个远程会议 我放下筷子 脸上骗淡然 见就见嘛 反正很快我和他就要分手了 他和许清清的事 和我也没什么关系了 简横脸复杂地看着我 他犹豫了会儿 还是转身离开了 刚脱下外衣 准备去洗澡 手机铃声忽然响起 我打开手机 发现是这段时间 联系得很频繁的奇雨 刚接通 电话那边就传来奇雨的声音 男人声音有些哽咽 似乎很难受 姐姐 我心脏有点不舒服 我躺你去外地了 父母也不在身边 你能不能过来陪着我 奇雨给我个地址 我看着他发来的位置 有些惊讶 他住的地方 比许轻轻居住的疗养院 有点近 我赶到那边的时候 他脸色苍白 看起来很不舒服 我上前扶住他 有些生气 奇雨 你怎么回事 身体都这样差了 也不知道去住医院 走 我带你去医院 奇雨靠在我的肩膀 姐姐 我身体没事 就是心里觉得很孤独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都只有我个人 没有人陪我 我不解的看向他 姐姐 我父母家族连姻感情不好 我只能独自回国 回来了 唐姐工作又很忙 我实在想不到 还有谁可以找啊 说着 他的眼泪落下来 姐姐 幸亏有你 我叹牺牲 之前没有了解过 奇雨的家庭情况 没想到 奇雨不仅身体不太好 家庭也不是很幸福 他才22岁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我拍开他的肩膀 走 姐姐带你出去玩 我带着奇雨 来到了父亲家小吃街 这条小吃街夜晚很繁华 人来人往的 很是热闹 我对着身边的奇雨道 奇雨 想吃什么我请客 奇雨点点头 随即又小心翼翼地 抓住我的手 姐姐 我可以拉着你吗 我想到 奇雨那虚弱的身体 点点头 这晚 我和奇雨都很开心 奇雨告诉我 他从没来过小吃街 我就带着他 几乎讲他能吃的吃了个便 他很乖 只紧紧地贴着我 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让我莫名其妙 感觉到有点喜悦 我俩玩得很尽兴 你们在干什么 熟悉的声音 从背后响起 我心里微微颤 回过头 就发现 简横站在不远处 他的身边是许青青 简横的脸色很差 我从来没有看见 他脸色这样差 我听见他的质问声 悟悟 你不是说 你在开远程会议吗 所以你现在 是在做什么 陪年轻男人 难道也是你工作的部分吗 路边的绿光照下来 刚好打在简横的头上 这刻 他的脸和他的头 都仿佛绿油油的 我看向他在滑稽的场面 没忍住吃笑声 简横 那你又在做什么呢 你不是对我说 你在工作吗 这便是你的工作 陪许青青 简横愣了愣 这才看向 自己身边的许青青 许青青还挽着他的胳膊 两个人看起来 倒是很像对情侣 简横将自己的胳膊 从许青青的手里抽出来 他慌忙到 我是因为在工作结束后 见到的青青 青青刚好有事找我 所以我点头表示理解 是的 我知道 我也是因为工作后 阿姨他刚好有事找我 我说完这句话后 我明显感觉到 简横的脸色僵 他大概也没有想到 我会用这样的话来噎他 他张了张嘴 想了想 道 你和这个男人是什么关系 我和青青是兄妹 青青是我的亲人 这和你们不一样 许青青看向我 勾唇笑 说出来的话也是讲我造作 他故意夹着嗓子 胶滴滴道 是啊 木木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大半夜不在家里 怎么出来见其他男人 别人要是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没有什么关系呢 简横是我的哥哥 我们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难道木木你还在介意 我和简横哥哥之间的事情 你怎么还这样 简横点点头 很是赞同许青青的话 他皱眉 青青 你这样实在是太不妥了 和个男人见面 你置我于何地 你还记得你有我这个男朋友吗 我彻底被简横的不要脸震惊了 之前我只知道 简横这个人不要脸 但是我还不知道 他有这么不要脸 我正欲开口 旁看了许久的奇雨也笑了 他不顾简横杀人般的目光 轻轻地挽住了我的胳膊 这两位哥哥姐姐 你们这话说的好奇怪哦 我们和你们关系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 木木是我的姐姐呀 我们只是单纯的姐弟关系 你们怎么可以污蔑 我们纯洁的姐弟关系呢 我被奇雨的话 差点逗得笑出声 简横的脸色舒缓了点 他走到我的面前 拉住我的另外一只手 木木你也是 你来和弟弟玩 怎么不说呢 这是你的堂弟还是表弟 奇雨看向我和简横握在一起的手 缓缓的 自句道 都不是哦 我是木木姐姐闺蜜的弟弟 简横猛地看向他 你在说什么 闺蜜的弟弟 赵子木 你怎么可以这样 闺蜜的弟弟算什么弟弟 你们连续人关系都没有 然而奇雨还在继续 啊 我们虽然没有续人关系 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就是姐弟呀 奇雨半个身子 都要倚在我的身上了 似乎很是惊讶 难道跟着你和那个婶婶 啊 不是 你和那个老姐姐 有血缘关系吗 许青青的脸彻底黑了 简横终于也说不出话来了 我看着简横那赤别的模样 看着奇雨那装模作样的柔弱模样 觉得好笑 我知道 奇雨是在为我出气 我的心里涌现出了感动 奇雨虽然直遭受着身体的折磨 但是他只保有着内心的善良 他真的是个很让人心疼的男人 这刻 我的内心又柔软了几分 简横心慌的拉住我的手 也不过还在他身边撒娇的许青青 木木 我们先回家 还没来得及反应 我就被简横拉着 走了几步远了 我下意识回头看向 还站在路那边的奇雨 奇雨轻振的脸上是脆弱的神情 今晚上 我答应了奇雨要陪着他的 可是当我被简横拉走的时候 他甚至没有拉住我 阻拦我的离开 他的湿漉漉的眼睛直勾勾看着我 看着我心开始疼 怎么可以这么乖呢 简横咬牙切齿 木木 和我回家 这件事是我的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不远处的奇雨突然的亮枪 倒在了地上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 似乎骤停了 没有任何犹豫的 我甩开了简横的手 直奔向远处倒在地上的奇雨 折腾了大半夜 我先是将奇雨送到了医院 然后又联系了奇童 还好 在医院躺了会儿 奇雨便醒了 我和奇童长出口气 医生告诉我 奇雨是因为血糖有点低了 不是什么大毛病 我这才放下心来 我到家的时候 已经快凌晨点了 本以为简横应该已经休息了 推开门 我才发现客厅的灯开着 简横坐在沙发上 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在他的身边 是散落地的烟头 也不知道抽了多少根 客厅内有很重的烟味 但是我实在是太累了 我懒得推开窗户空风了 此刻我只想好好去洗个澡 然后倒在床上睡晚 我看了眼简横后 便禁止往洗手间走 简横叫住了我 木木 你怎么突然和个陌生的男人 走得这样近了 什么 我大脑猛猛的 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他在说谁 简横继续道 你闺蜜的弟弟 你什么时候和他这样熟了 熟的可以大半夜陪他逛夜市 熟的可以陪他去医院这么久 我这才反应过来 他在说其余 可是我都打算和简横分手了 不想和他说太多 我没有回答他 继续自顾自的往洗手间走 简横从沙发上起身 两步就走上前 把扣住了我的手腕 我终于不耐烦了 短头皱着眉头 你烦不烦 没烦到我现在很忙吗 我说了 他就是我弟弟 你想那么多做什么 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简横提高了声音 你这人挺双标呀 怎么 只需你和没有血缘关系的 许清清是纯洁的兄妹关系 就不许我和闺蜜的弟弟 是纯洁的姐弟关系吗 各男人能不能大度点 大度点 你让我大度点 我怎么大度 简横吃笑出声 我的女朋友 她在我和其他男人之间 选择了去照顾她 我怎么大度 阿宇身体不好 你不知道吗 许清清不是也经常身体不好 你不是也大半夜去照顾她 怎么到我这就不行了 简横 双标你玩得挺好呀 她是我养妹 我不甘示弱 她也只是我闺蜜的弟弟 简横闭了闭眼 无力道 木木 你能不能 简横 我真的很累 我打断简横的话 我没心情在这里和你说什么 只希望你不要乱揣测 我和其宇之间的关系 我说了 我和她只是简单的姐弟关系 你不要想太多 曾经无数次简横 用来搪塞我的话 此刻我终于还给她了 这叫我睡得很好 我伸了懒腰起床之后 才想起来奇宇的事情 我打个电话给奇宇 电话那边奇宇告诉我 她的身体好多了 我终于可以放心点了 我和奇宇承诺了这几天 去好好地照顾她 和奇宇聊完之后 我简单的洗漱下 推开了房门 餐厅飘来震香气 我抬眸 简横的背影在餐厅里忙碌 听见了我的开门声 简横转过头 笑容满面 木木 我给你做了点饭 我们一起吃吧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 她从端着盘盘的菜 放在餐桌上 我曾经我无数次 希望简横为我做饭 和她提过许多次这样的要求 可每次我笑应地问她 亲爱的 你作为我的男朋友 难道不该给我这个女朋友 好好做顿饭吃吗 这个时候她总是会摸摸我的头 然后温柔却坚定地拒绝我 不行了 木木 我不会做饭 工作也很忙 没有时间为你做饭 乖 点个外卖吧 我以为她就是这样的性格 以工作为重 感情放在后面 那时的我觉得 男人吗 重视事业也是应该的 可是直到我看到 许清清发的那条炫耀的微信 我才明白 原来简横不是因为忙没时间学 只不过因为她不想为我学罢了 换成了她喜欢的人 她也是会义无反顾地去学 如今的我也算是得上所愿了 可是我居然没有点开心喜悦的感觉了 曾经满心希望对方做的事情 如今对方真的做了 我就毫无感觉了 我想 这也许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了吧 我兴致缺缺地坐在餐椅上 心不在焉地吃着饭 待会儿去见祈宇要不要送花泥 昨晚上说好了 陪她玩 还被简横和许清清给打断了 也不知道她会不会难受 祈宇毕竟年纪还小 还是哄着吧 嗯 还是买点花带过去吧 正想着 简横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来 木木 你在想什么呢 简横夹起块偶放在我的碗里 声音中带着丝 不宜察觉地讨好 木木 你以前不是天天念叨着想 让我做饭吗 我给你做了 你要不要尝尝味道 我用怪异的目光看向简横 很奇怪 明明昨晚上我和简横之间的交谈 并不算愉快 她今天居然可以装作没事人样 继续和我聊天 甚至有心思讨好我 简横这个男人的想法 我实在是看不透 我将简横夹在 我碗里的果片夹出来 扔在桌面上 我不爱吃哦 怎么过了这么久了 也还不记得 简横脸上的笑容 吓死僵硬了 其实我是骗她的 我是吃的 但是我就是不想吃简横 为我夹的菜 我嫌脏 对不起 我不知道简横慌忙地解释 我摇摇头 似乎是不经意的难难道 阿宇和我相处的时间 这么短都可以记得 怎么我的男朋友就不能 我叹牺牲 之前 每次我和简横 因为事情争吵的时候 简横就经常拿我去青青比较 她总是脸痛心地看着我 似乎我做了恶不赦的事情一样 青青就不会像你这样和我争吵 木木 你当初很温柔的 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现在我算是知道了 简横其实是想要通过 打压我的方式控制我 还好 我赵子木的性格 不会轻易被别人控制 简横听完之后 果然脸色变了 她摔了筷子 是 我不如那男人 我记得没她清楚 那你去找她呀 男人的怒吼声在客厅里回荡着 我靠在椅子上 像曾经的简横样 无奈地叹息道 阿宇就不会像你这样和我争吵 她虽然年纪小 但是很懂事的 简横 你当初也不是这样子的 怎么现在这样暴躁呢 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你知道吗 简横摔了碗筷 愤怒地离开了 至于她离开后 是不是找许卿卿 在许卿卿那里寻安慰 我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 也无所谓 最好她出轨证据 可以被我找到 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和她分手 还可以以受害者的姿态退出 顺便顺利撤资 完美 这不是男人最常用的方法吗 女人偶尔用用 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我本来以为 简横会因为这件事 和我大闹吞闹的 但是她又刺人了 那天和她说过这样的话之后 她只是握紧了拳头 最后默默地吃完了饭 我其实是有些失望的 她如果说分手就好了 现在因为齐宇的关系 如果是我先说分手 简横难免会拿这个做文章 如果是她说的分手 我就可以说是她不够大度 小级度长 简横不是最喜欢用 大度两个字来恶心我吗 我也要用这两个字来恶心她 这次之后 齐宇就像当初的许卿卿样 以众强硬的姿势 进入了我和简横的生活之中 但不同的是 许卿卿是装的 齐宇却是真真切切得心脏病的 开始是因为齐同的关系 我会照顾她 但是随着我与她之间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好 我也越来越心疼这个柔弱的男人 齐同最近长期在国外出差 照顾齐宇的重任 就交代了我的身上 这次 齐同要去国外出差将近两个月 临走的时候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脸郑重的对我道 木木 我堂弟就交给你了 她父母感情不是很好 不在国内 目前我在国内信得过的 只有你了 我自然是义不容辞地答应了 最近可能是因为天气转凉 齐宇的身体越来越差 经常大半夜身体不舒服 齐宇也是这样 死活不愿意去医院 因为齐同的拜托 我就只能充当着姐姐的角色 去照顾她 当然 单情况下 我会为了避嫌 会带上两个朋友快去 而简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像是突然转了性子一样 最近也不怎么去找许青青了 下班就回家早早等着我 每月其名是为我做饭吃 可是我倒是觉得 她不像是为我做饭吃 更像是监管着我 等爱意消失之后 我被她这样 每天紧张兮兮的模样 弄得烦不胜烦 要不是最近忙工作忙生活 我早就开始找 简衡和许青青有腿的证据了 女人的地感告诉我 简衡和许青青的关系 绝对不是那样纯洁 也许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早就发生了所有情侣之间 可以发生的事情了 不过没事 我不急 我相信 只要简衡这样 直不找许青青 最急的会是许青青 这天深夜 齐宇又是身体不舒服 我在接到齐宇电话之后 熟门熟路的 开始穿大衣往外走 简衡拉住了我 她的双目通红 看就知道 已经忍耐到了极点 这段时间的忍耐 看来已经让她不堪重负了 纵然我和齐宇之间 没什么太多的关系 可是看到简衡 因为我去找齐宇这件事 肚子怒火 却无法发泄的模样 我就暗爽 虽然我可以和简衡解释 去照顾齐宇的 不止我个人 可是我为什么要告诉她呢 看着她这般模样 不正是我所希望的吗 真不扎到自己身上 是永远感觉不到疼的 总有些人喜欢让别人大度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去指责你 可是当事情真的蔓延到 她自己身上的时候 她就只会蹦跳了 比如此刻的简衡 简衡握住我的肩膀 阻拦住我的离开 木木 你不要去 我是个男人 我知道齐宇的想法 她就是喜欢你 她就是想要和我争夺你 我知道你可能看不清 所以我冷冷地打断简衡的话 简衡 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真的已经说累了 我和齐宇不是那种关系 我和齐宇几年前认识了 我要是真和她有什么关系 我和你分手的时候 就不会回头了 怎么可能还会轮到这里 是的 我和简衡曾经分手过次 就是因为许清清 现在的简衡去见许清清 还是会用加班这样的理由来搪送我 但是在以前 简衡甚至懒得用理由去搪送我 她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那个时候的我 在忍了次又次后 终于在某次简衡 为了许清清放我鸽子之后 我将家里摔得他糊涂 我红对眼对着简衡怒吼 简衡 他就这么缺男人吗 为什么非要左次右次 找有女朋友的你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 他对你的意思吗 我永远都忘不了 当时简衡那冰冷的眼神 他先是冷笑声 然后上下将我扫射眼 就像是在看的垃圾 赵子梦 你看看你 现在像不像托付 我说了 我和他一起长大 真有什么还轮得到你 你毕竟只是我的女朋友 又不是我老婆 凭什么对我和我妹妹的来往 指手画脚 我浑身颤抖着说出那句话 既然我这么不重要 那我们就分手 简衡丢下去 那就分 随后他甩门而去 那个时候的我还是很爱简衡的 在和他分手的那段时间 我每天借酒消愁 我的朋友们都看不下去 闺蜜恨铁不成钢的对着我道 不就是个男人吗 至于吗 至于将自己弄成这个模样吗 我苦笑着摇头 如果可以 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做个洒脱的人 可是我就是忘不了他怎么办 我憎恨那个无能为力 在爱情里挣扎的自己 和简衡分手周后 我终于还是安纳不住 独动打电话给简衡 服了软 简衡还是有点喜欢我的 他回头了 我们重新再起了 可能因为这次分手 也让简衡有些担心 简衡后来 在单独去见许青青的时候 选择隐瞒我 这切我都是看在眼里 那个时候的我爱简衡 我时间无法将自己 抽掉对他的爱 于是 在我简衡复合之后 我虽然依旧是爱他的 但是我每天都在尽力 减少自己对他的爱 每次看着他撇下我 去找他所谓的妹妹的时候 我就会减少分对他的爱 暗一点点的消失 直到有天 当他大半夜 去照顾许青青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已经毫无波澜了 那天 我摸着自己 依旧平静的内心 保持着摇摇欲坠的关系 以前是我愿意维护这段感情 所以即便我再怎么累 我和简衡之间的关系 依旧是维持下来了 现在的我很显然 并不是很愿意维系 这段感情了 我和简衡之间的羁绊 也在慢慢变淡 我开始对简衡冷漠 对简衡的刻意讨好 不理不睬 简衡是个高傲的性子 在感情方面就没有低过头 这几年我又将他宠得无法无天 我本以为 按照简衡这样的性子 是绝对无法接受 我和简衡走得这样近的 虽然我心里知道 我和简衡是清白的 但是简衡可不会这样近 他直都是个疑神疑鬼的人 虽然他左次 右次去找许清清 可是这不代表 他愿意容忍我和其他男人 走得这样近 记得以前有次下暴雨 我打电话给简衡 让他来接我 可能是他懒得来 也有可能是因为许清清 他拒绝了我 更年轻的男同事 看我回家不方便 就主动送我回家 在我家楼下 我看见了简衡 简衡当场脸色 这不对了 果然 回家之后 他和我发了好大的火 好几天都没有理我 最后还是我哄他 他才愿意和我和好 可见简衡这人的心眼 是很小的 所谓宽于滤脊 言于待人 说的就是简衡吧 只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简衡并没有和我说分手 即便他的耐心 已经快要到了极点 他依旧没有和我说分手 甚至于连许清清都不顾虑 想要和我维系好这段关系 这天 祈雨又不舒服 我在家里给祈雨炖好了汤 送到医院给祈雨喝 等到祈雨喝完了汤 我又陪他聊了火天 祈雨连喜悦的看着我 姐姐 今天你难得没有带朋友起过来 姐姐你知道吗 我有很多话 想要和姐姐单独说呢 祈雨的眼睛亮晶晶的 看向我的时候 眼里还是笑意 我年纪也不算是很小了 也算有感情经历 虽然这段感情不是很美好 但是我还是从祈雨的眼睛里 看到了爱 祈雨这个少年喜欢我 很喜欢 我坐在祈雨的身边 许久 才到小雨 今天我的朋友们都有事情 所以我不能带着我的朋友起 如果他们有时间 我是不会个人过来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祈雨眼里的笑意退去了 她的脸色发白 手紧紧握住了床单 沉默了 时间 病房里有些安静 我和祈雨都没有说话 我知道 这样直白的拒绝 也许祈雨并不是很能接受 许久 祈雨终于缓缓地抬起头 她看向我 眼睛湿漉漉的 姐姐 你都知道了 是吗 我喜欢你 祈雨 你还小 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喜欢 我比你大好几岁 你现在这样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有些事情 你还不 我已经不小了 我不是未成年 我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在对自己负责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祈雨打断我的话 伸手就握住了我的手 放在她的心口上 祈雨胸口滚烫 我害怕的下意识想要往后缩 祈雨虽然生着病 但是力气还是不小 我的手被她紧紧扣着 动弹不得 我只能感受她跳动的心脏 姐姐 你拿到感受不到吗 我对你的心意 这都是真的 我哪点比不上那个心意的减痕了 我对你心意 从情窦初开开始 我喜欢的就只有姐姐 我不会在两个女人之间摇晃 姐姐你和我在一起也很开心 姐姐你为什么不能试着接受下我呢 是的 祈雨说的没错 我和祈雨在一起很开心 祈雨对我很好 她比蒋恒好太多 这样的人是值得被喜欢的 如果我现在是单身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段失败的感情 我想我定会喜欢上祈雨 祈雨是那样的真诚又热力 只要她有心 没有哪个女人可以阻挡不了她的爱 可是我和她相遇的时间不对 我只能故作冷漠地看向她 你也知道 蒋恒亮的人很恶心 心意 她对感情不忠贞 可是 祈雨你不要忘记了 我和蒋恒还没有分手 你难道也想将我变成和蒋恒样的人吗 祈雨愣愣地看着我 许久 她松开了我的手 我站起来就要往外走 在我的步伐迈向门口的那刻 祈雨的声音再次传过来 姐姐 我不会这么放弃的 我喜欢了你好些年了 从见到你的地天我就喜欢你了 我等了好几年了 再等下去优何妨 姐姐 我年轻 我等得起 我等你喜欢上我的那天 回到家的时候 蒋恒就在沙发上坐着 我习以为常地将大衣挂在门口 神色自然地走进屋子里 我面无表情地绕着蒋恒走过去 这些日子 对于蒋恒坐在沙发上等我的事情 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她最近似乎缠上了我 每天准时上下班 每次我回到家 就可以看见在家里 有的时候她在做饭 有的时候就是像现在这样 坐在沙发上等着我 又去找她了 在我即将走到卧室的时候 蒋恒突然到 我顿住了脚步 侧过身冷冷地看了眼蒋恒 你大肚点 不要胡思乱想 敷衍的话脱口而出 这些日子 这种敷衍的话 我已经说了无数遍了 说完这句话 我浑身轻松 毫无心理负担地走进了卧室里 怪不得蒋恒以前 总喜欢用这样的话来敷衍我呢 原来说完这句话后 真的会减轻很多的心理负担 你要是闹 那就是你小心眼 你不大肚 蒋恒从沙发上站起来 跟着我进了卧室 她小心翼翼地解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想着和你出去旅行 你以前不是说 想要和我北看雪吗 我订好了去哈尔滨的机票 想要给你惊喜 我还做好了旅行攻略 在去年 我就和蒋恒提起过 要出去旅行 但是每次都被蒋恒搪塞过去 她说她很忙 没有时间陪我 现在仔细想想 在我和蒋恒几年的恋爱里 我和她居然真的没有次旅行 以前我可能还会觉得遗憾 没有和自己下爱的人 起出去过人世界 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 马上都要和蒋恒分手了 好像也没有必要再出去玩 省了以后分手的时候说不清 我摇摇头 蒋恒 我最近工作很忙 阿宇那边也生了病 我真的没有多余的精力陪你出去玩 可是你以前说过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人总会变得不是吗 我看着蒋恒 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认真 蒋恒 我真的很忙 请你理解我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甚至 我相信你可以理解的 理解理解理解 赵子木 你现在和我说的最多的话 就是理解你的大度点 我不知道刚刚自己的哪句话 突然让惹怒了蒋恒 他上前步 紧紧扣着我的肩膀 赵子木 我们是情侣啊 我们应该忠诚于彼此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怎么可以抛弃我次又次 去找其他男人 他不是你弟弟 他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你难道喜欢他吗 我退后 想要正偷开蒋恒的控制 就被他把按在了怀里 他的呼吸声打开了我的耳畔 我的忍耐也终于到达了极点 蒋恒 我说了很多次 你怎么就是不信 他是我弟弟 就像你和许清清的关系一样 怎么 我可以相信你 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你个男人 就知道胸心宽广些吗 你这样 我真的很看不起你 你是不是恨我 你是不是恨我 看我和许清清私下见面 所以才这么报复我 报复你 我轻笑声 我为什么要报复你 我没说你做的不对啊 我可不像你啊 我心胸宽广 所以 蒋恒 你要是不理解我 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在我说完这句话后 蒋恒慢慢的松开了我的肩膀 我退后步 终于如愿从蒋恒的怀抱里退了出来 蒋恒的眼睛很红 他看了我许久 终于缓缓道 许清清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我微微握紧了拳头 沉默了 沉默是最好的回答 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 赵子木 也许今天你就可以解脱了 就可以从这段畸形的恋爱中解脱了 果然 夏苗 我听见了蒋恒的问题 赵子木 你难道要和我分手 可以 在蒋恒说完这句话后 我几乎没有任何思考的 就回答 如果你想要和我分手 我同意你的想法 蒋恒言不发 就这么盯着我 我面目改色道 蒋恒 恭喜你 自由了 可以追求你 喜欢的人了 蒋恒摔门而去了 我回到房间 开始认真地收拾自己的衣服 自从上次和蒋恒分手后 我放在这里的东西 实际不是很多 我似乎早就做好了 随时离开的准备 收拾好衣服 我就开始联系中介租房子 在离开前 我转头看得熟悉又陌生的屋子 笑了笑 同此以后 我只是赵子木 只是属于自己的赵子木 在和蒋恒分开的地天 许清清找上门来了 他找到了我的工作地点 直接就问 赵子木 蒋恒哥哥呢 他已经消失好几天了 你这个狐狸精 甚至又和蒋恒哥哥说了什么 所以他才不见我 我吃笑声 许清清 自己没有本事留住男人 找我有什么用 有这个时间找我闹 不如好好去找蒋恒 说不定可以找到他 赵子木 你不要得意 我告诉你 蒋恒哥哥只喜欢的就是我 不过是因为我和他的特殊关系 他不能和我再启霸了 我才是他的初恋 他的挚爱 他所有的弟子都是我的 我猛然看向赵子木 心里骤然的痛 这痛不是因为我还对蒋恒有感情 而是那种遭受欺骗的痛 蒋恒和许清清果然有什么 蒋恒骗了我 在我对蒋恒骗真心的时候 他骗了我 怎么样 没想到吧 许清清得意洋洋的看着我 我和蒋恒哥哥高中就在起了 只不过后来被我们父母知道了 所以被拆散了 要不然 怎么后来会有你的出现 不过没关系 就算蒋恒哥哥和你再起又怎样 我只要对着蒋恒哥哥撒个娇 他不是就来了 你不知道吧 在你深夜独自然等着蒋恒哥哥的时候 蒋恒哥哥在床上抱着我 亲着我 和我做了世界上最亲密的事情 我心里正恶心赶上来 蒋恒 你厉害 你真的厉害 许清清轻蔑的看着我 他扬起手机 正是许清清和蒋恒在起的照片 有抱在起的 有亲在起的 还有躺在床上的 张又张 不堪入目 许清清还在我的耳边得意的笑着 我终于忍不住 刚呕起来 我想到了 曾经蒋恒 因为我怀疑他和许清清之间关系的时候 那一份甜音的模样 现在想起来 真的是可笑 原来都是真的 自从看到了那些照片 我恶心了好几天 不是因为我还对蒋恒有感情 只是我心疼那个曾经对感情毫不保留的自己 还好 还好我及时的抽身了 齐宇的身体依旧不是很好 虽然那天直接和齐宇挑明了关系 但是考虑到齐宇的身体问题 我还是每天带着朋友准时的给齐宇送饭 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齐宇这个少年 我总是带着些心疼的 那么美好的少年 却因为这个病 只能时常来到医院 我和蒋恒自从分手后 再也没有联系过 我拉黑了蒋恒的所有联系方式 我也没有想到 我曾经那样爱慕蒋恒 现在却仅仅是听到蒋恒的名字 就浑身不适 这天晚上 我做好护肤 准备上床睡觉 手机上却打来了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我以为是诈骗电话呀 就挂断了电话 谁知道电话那边的人 好像很有耐心样 坚持不懈的打电话给我 我挂刺 他打刺 甚至于我拉黑了之后 他还会换个电话号码打过来 我烦不胜烦 接了电话 你们骗子 现在都是这么坚持的吗 我不买房不买车 谢谢 说完 我就想要挂断手机 那边忽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木木 是我 蒋恒 我愣了愣 有些不可置信 蒋恒这个点 打电话给我做什么 我们都分手了都把月了 难道他破产了 要找我借钱 我几乎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我很快就推翻了这个想法 蒋恒的手段 可不会轻易的破产 与其担心他破产 还不如担心自己有没有破产吧 我也不想知道 蒋恒为什么联系我了 自从知道蒋恒出轨之后 我就非常反感蒋恒 现在听了他的声音 我都觉得恶心 我不想和他有过多的纠缠 我累了 先休息 怒怒我好想你 我真的好想你 我后悔了 我皱着眉头 蒋恒怕是喝多了 什么话都说不清楚了 我对着手机那边道 蒋恒 你喝多了 以后别打电话给我了 我不想再听到你的声音了 我挂断了手机 夜无梦 收到蒋恒电话这件事 并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 我依旧每天照常去上班 每天准时的给其宇送饭 其宇没有在和我说过 什么暧昧的话里 我和其宇之间的说话 似乎也回归了正常 但是其实我心里是清楚的 我和其宇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不一样的 和其宇有身体接触的时候 我的心里总是会泛起涟漪 其宇对我实在是太温柔了 他的专注 他的偏爱 他看我渴望的眼神 我都知道 而我似乎也在享受着 和其宇之间这样看似正常 却又有些暧昧的关系 我好像有那么点喜欢上其宇了 不知道为什么 在走到楼道的时候 我就感觉心里有点慌乱 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 还没有到家门口 我就看见了其常的身影 靠在墙上 我心里的咯噔 熟悉的声音传来 木木你回来了 是简衡 看着简衡向我走近的身影 我向后退了步 简衡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找到 我的新住处的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明白点 我和你已经分手了 不管什么原因 都不要来找我了 木木 我只是想你了 简衡的声音有些低 又带着些讨好 我后悔了木木 我以为当时你不会同意 我们分手的 我没想到你真的 木木 你再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我以后定会好好对你的 说着 她的手就伸了过来 我躲闪不及 手腕被简衡扣住 简衡和许青青再起的照片 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想到这双手 抚摸过别的女人 我就恶心不已 我偏过头 刚搂起来 简衡的手明显将 她沉默了好会 才坚涩到 木木 你就这样的厌恶我吗 努力压下那股恶心感之后 我抬起头 看向简衡 简衡的脸色 已经很苍白了 是的 我厌恶你 很厌恶 所以请你离开这里好吗 各合格的前任 就应该像死了样 以后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简衡眼睛湿润 木木 难道你真的喜欢上奇遇了吗 就不愿意给我个机会 我真的很爱你 我发誓 以后我定会好好对你 你走吧 我不想再看见你 不等简衡说完 我就打断简衡的话 现在的我已经不想 和简衡有任何的联系了 各出轨又满嘴谎言的垃圾男 出现在我的眼前 只会污染我的眼睛 我不想面对简衡 这个不堪的前男友 他代表的就是我愚蠢的过去 那个其余就这么好吗 他除了张小白脸 哪里比我抢了 我可以给你我的切 木木 我知道你误会了我和清清的关系 我以后保证不和他 有过多的联系好不好 瞧瞧 这个男人到现在 还想要将原因归在我的身上 明明是他肮脏又下流 却非要说我小心眼 误会他和许清清的关系 真可笑 当初的我是怎么喜欢上 这样的垃圾的男人 没有担当 只会推卸责任 我勾起了唇角 嘲讽道 我和其余可不一样 其余是我的弟弟 你小心眼非要误会 我也没有办法逼着你相信 但是你简衡 真的和许清清 是普通兄妹的关系吗 简衡 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简衡呼吸质 可能是以内心虚 他的手微微放松了力道 我趁机将自己的手腕正拖出来 木木 你在说什么呀 简衡肉眼可见的神色慌乱起来 你是不是误会了 许清清来找我了 你和许清清是初恋男友的关系吧 我面无表情道 背着我和他睡在起 很刺激吧 初恋嘛 就情复然 是很刺激 我看着那些照片 都替你们开心呢 简衡无助的看着我 眼泪瞬间就落下来 我绕过简衡 简衡 去找许清清吧 我已经不是你们的阻碍了 简衡跟着我走上前 试图再次拉住我的手 木木 是我的错 我知道错了 但是我和许清清分手之后 真的将她当做我的妹妹 我那天喝醉了 就那么刺 真的就那么刺 我发誓 以后不和她往来了 我真的爱你呀 木木 我真的爱你 简衡的声音已经哽咽 说到后面 她的声音已经低到 让我快要听不见 我顿住 伺过身看着身后 已经半跪在地上的简衡 那你得爱真的是廉价呀 简衡 喝醉了的男人 究竟行不行 你自己心里清楚吧 别来找我了 别污染了我的眼睛 我赵子墨最讨厌肮脏的男人 脏了的男人 我是不会要的 当男人 你可以消失在我的眼前了吗 那天过后 简衡消失了段时间 许清清又来我这里闹过 但是都被保安押走了 齐宇也出院了 我不用天天去医院 给齐宇送饭了 但我和齐宇的关系 还是天比天更加亲密 齐宇来到我的单位实习 刚上班的地天 齐宇因为优越的外表 就在公司里小小的火了吧 帅哥嘛 谁不喜欢呢 因为我搬家的事情 我和齐宇之间的事情 在公司里很快敞开了 同事羡慕地对我说 睦睦呀 你可真有福气 这么极品的弟弟追你 还对你那么好 就喜欢你哥 我好羡慕你呀 我笑着道 什么呀 他太小了 还没长大呢 心智还不成熟 也许过几天就没这个热情了 很显然 这次我失策了 齐宇天几天热情 每天就像个小太阳一样 围在我的身边 我也从闺女那里得知 许清清的突然老实 是因为齐宇对他下手了 齐宇不知道和他说了什么 许清清就不敢来闹了 那刻 我真的很感动 我之前只和蒋衡谈过恋爱 我以为的恋爱 就是那样平淡 没有惊喜 没有热情 可是齐宇让我知道了 我也是值得被爱的 这样的偏爱 我真的很难招架住 我开始逐渐接受 齐宇对我的爱意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齐宇接送我上下班 我居然也接受了 甚至有两周后 我居然戏意为常了 齐宇在我身旁 专注地开车 我看着齐宇那张 他觉得我不错 我没有说话 齐宇也没有追问 他像往常样 送我到家门口 在下车前 我鬼使神差地 对着齐宇来了句 你要不要去我那里坐坐 齐宇愣 很快对杨起微笑看着我 眼里是掩饰不住的狂喜 姐姐你邀请 我去你家吃饭 我点点头 齐宇送了我这么多次 我还真没有请齐宇吃饭呢 齐宇跟着我上了楼 我亲手给齐宇做饭 我在做饭的时候 齐宇就在我旁边 给我打下手 我想起很久以前 我也给齐宇做饭 但是齐宇总是坐在沙发上 理所当然的 等着我做好饭端出来 齐宇还在我旁边叽叽喳喳 姐姐我也会做饭的 我手艺还不错 我之前和堂姐问过你的口味 怎么 你要不要尝尝 我突然转头 认真的看着齐宇 齐宇 你真的喜欢我吗 齐宇毫不犹豫点头 喜欢 我喜欢你很久了 我之前有过段失败的感情 姐姐 遇见渣男不是你的错 齐宇的眼睛亮亮的 似乎有星星在闪烁 姐姐 你值得更好的 我心神动 也许 和齐宇事实也不错 不是吗 我不想再压抑自己内心 最深处的想法来 这可 我遵循了自己的内心 对着齐宇认真道 齐宇 那我们再起吧 因齐宇在我家住了晚 分房睡着 一天早 齐宇为我做了早餐 看着齐宇忙碌的背影 我走上前 在他身后抱住他 齐宇微微顿 我问他 齐宇 你会只喜欢我吗 因为上段失败的感情 现在的我对于感情 已经变得极度不自信 齐宇转身 将我抱在怀里 他低头 在我的额头上 落下淡淡的个吻 姐姐 你那么好的个人 值得真诚的爱情 我喜欢你 只喜欢你 我听着他的情话 轻轻拧嘴笑 用完早餐后 我和齐宇牵着手 准备去上班 刚打开门 许久不见的简衡 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段时间 简衡直跟在我身后 我有段时间没见到简衡 乍看到简衡 我微微愣 不知不觉中 我居然快忘记了 简衡这个人啊 简衡先笑着看向我 但是很快 他的目光 又落在我身旁的 齐宇身上 他低下头 看着我和齐宇 握在一起的手 他脸上的笑容僵 咦 你们 太结结巴巴的话 都说不好 你们这是在 在做什么 我冷声道 我不是和你说过 不要再联系的话吗 滚开 我原本的好心情 都被简衡的出现 冲散得干净 这个人为什么阴魂不散的 木木 你说过你只把他当弟弟 现在呢 你们这还是姐弟吗 我正欲开口说些什么 齐宇突然笑了 哥哥 你好奇怪哦 你和你的妹妹能不亲不处 我和姐姐就不可以吗 各户口本下 都能干出来这种事情 我和姐姐 怎么就不可以哦 齐宇阴阳怪气的话 让我差点笑出声 我微微仰起唇角 齐宇这小家伙 气人的本事真是流 简衡的脸色更差了 他不顾齐宇 就要过来拉我的另只手 木木 你听我解释 我已经和许青青断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给我个机会 齐宇继续凉凉道 不好意思呢 姐姐不要垃圾 我让你闭嘴 我和木木之间的事情 轮得到你来插嘴 简衡终于忍不住怒火 朝着我身旁的齐宇发火 我心里的火气吓子上来了 简衡算了什么东西 能对齐宇指手画脚 齐宇突然捂住自己的胸口 倒在了我的身上 姐姐 我胸口层 我瞬间慌乱地扶住齐宇 也不管简衡了 我架着齐宇就要向外走 齐宇有心脏病 受不得气 还好 齐宇的身体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天过后 齐宇就时常在我面前 念叨着自己的身体问题 我内心还是很纠结的 毕竟我和他才交往几天 这么快就同居 我还是有所顾虑的 齐宇蹭着我的肩膀 委屈极了 姐姐 我最近总感觉呼吸不舒服 好像就是因为 上次哥哥来了之后 我就感觉有点难受 我心里对于简衡的讨厌 又厌恶了几分 我经不住简衡可怜巴巴的要求 还是松了口 让齐宇住进了我家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和齐宇起搬家那天 我总感觉有什么人在背后看着我一样 但是等到我回头 什么都没看见 可能那天我的话很绝情 简衡终于消失在了我的世界中 我终于不用再和简衡纠缠了 我和齐宇的感情很稳定 齐宇主动揽下了家里的家务 他知道我喜欢小狗 就买了条小狗送给我 我给小狗起了个名字 小白 每天傍晚吃完饭 他就和我起去楼下的公园溜小白 有的时候 我看着身错的齐宇 居然有种老夫老妻的感觉 这样舒心的生活 让我觉得 好像和齐宇起组建的家庭 也是个不错的事情 我的家庭很幸福 父母相爱 从小我就渴望有段美好的爱情 可以和爱人起进入婚姻的殿堂 但是因为减横 我曾经度恐惧爱情 也恐惧婚姻 齐宇的出现 但我又重新相信了爱情 或许和齐宇结婚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过年的时候 我带着齐宇见了我的家人 齐宇的父母在某天 也回过抽空来看了我 两家家长都默认了我和齐宇的关系 在个平常的天 齐宇向我求婚了 身边是亲朋好友的祝福生 地上是满地的鲜花 我看着面前手捧戒指 单膝下跪的俊美男人 没忍住落下的泪 不管未来如何 但是这刻 我很肯定 我和齐宇是相爱的 年后 我和齐宇准备结婚了 在结婚的前天晚上 我收到了个陌生的电话 看着那串陌生的号码 我潜意识里 好像知道那个电话是谁打的 这个人已经消失在我的世界很久了 但是只要想到他的名字 还是让我反胃的存在 许清清我倒是听说他的消息 齐宇为了帮我出气 放出了及许清清和简衡起 出入酒店的照片 齐宇拿出来照片的时候 我很是惊讶 也不知道这个家伙 是怎么拿到这样的照片的 拿到了又为什么瞒着我 这个照片的影响确实很大 简衡在A市 也算是有头有脸的钻石王老 长相帅气又多金 在A市也是有着影响力的 这样的绯闻挂出来 自然许多人开始深挖 很快许清清就被挖出来 是简家的养女 养兄和养妹的禁忌爱情 这样的丑闻 被爆出来之后被人议论纷纷 简衡的公司 遭受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简衡成亲了 但是没有人相信 许清清就这样被简家放弃了 简家将主公司移去了国外 许清清被抛弃在了国内 因为这个原因 许清清的工作也不好找 他怀安也大手大脚灌了 现在欠下不少债 好像还被拉入了失信名单 不过这都与我无关了 此刻 我看着震动的手机 毫不犹豫的挂断了电话 婚后的某天 我收到的来自法国的盒子 盒子里面是卡片 和小瓷娃娃 这个瓷娃娃是我和简衡在起的时候 我要求了简衡好久 简衡才答应 给我起座的手工瓷娃娃 我没有看明信片的内容 连同着这个瓷娃娃起 扔进了垃圾桶 其余那么小心眼的人 还是不要惹她生气了 番外 其余我第一次见到木暮的时候 是在个冬天 那个时候 我昨晚心脏手术没多久 跟随着父母回到了国内 在国内休养 其余是我的堂姐 她经常来照顾我 也是因为其余姐 我在疗养院见到了木暮姐 木暮见到我的时候 就朝我仰起了个微笑 她真的很好看 笑起来的时候 嘴角还有小小的梨窝 就是因为这个笑容 我对她见钟情了 感情真的是个很奇妙的事情 我开始每天盼望着和木暮见面 只是 木暮也有自己的生活 她也不会经常陪着我堂姐 来看我个陌生人 为了得到让木暮来看我 我哀求我堂姐 西东姐 你就和那个姐姐说你很忙 没有办法跟人照顾我 她是你的闺蜜 她定会来的 堂姐听了我的话 微微皱眉 你喜欢我闺蜜 她问得很直接 让我直接愣住了 堂姐继续道 木暮她有男朋友 她还挺喜欢那个男的 我劝你不要对她有心思了 她不会喜欢上你的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木暮有男朋友这件事 知道这件事情后 我难过了很久 原本就虚弱的身体 变得更加内容 堂姐还是心疼我的 我不知道她怎么和木暮说的 接下来在中国的段时间 木暮会经常陪着堂姐起来照顾 在中国休养了个把月 我就再次去国外了 我这个病 想要治好还是要去国外 为了有个健康的身体 也为了下次可以更好地见木暮 我依然前往国外 我甚至有些卑劣地想 木暮有男朋友又怎么样 又不是结婚了 结婚了还可以离婚 木暮怎么可能就和她男朋友走辈子呢 我就抱着这样的想法 在国外休养 但是在国外休养的那几年 我又很很担心 我担心 木暮真的和那个男人结婚 于是我偷偷找到我堂姐 我要来到木暮的微博号 木暮喜欢在微博里发她的日常 她真的很爱她的男朋友 在她的微博里 她的男朋友真的经常出现 那是个很好看的男人 我对自己的外形像很自信 可是在看到木暮的男朋友之后 我第一次有了微信感 我时不时会看到木暮的微博 她和她男朋友的感情 似乎直比较稳定 我嫉妒那个男人 却又无可奈何 直到某天 我看到姐姐的微博里发了条 分开了 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 巨大的喜悦席卷了我 我几乎立刻就要迫不及待的 就要回国去找木暮 但是因为我的病情 我就耽搁了段时间 然后在几天后 我看到木暮又更新了个新的动态 复合了 我太爱她 即便我知道 我们的感情里有低个人的身影 我还是放不下她 我真恨我自己 我茫然的眨了眨眼 木暮和那个男人复合了 可笑的是 那个男人居然还心意 木暮减量好的个人 他怎么可以 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这样的男人根本配不上木暮 在我手术成功后 我便毅然决然选择了回去 我要夺回姐姐 回国之后 我第一件事 就是让人收集简衡出轨的证据 只是包住火的 我很快查到了 简衡和那个女人之间的妾 两人甚至起曾经过夜 我看到证据的那刻 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姐姐 可想到姐姐那样爱那男人 我犹豫了 我不想让姐姐失望 我决定徐徐徒之 点点得到姐姐的心 可惜 第一次见到姐姐的时候 姐姐好像已经不记得我了 没关系 不记得我又怎样 我装观卖惨 总算是得到了姐姐的联系 我还发现 姐姐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喜欢 那个男人了 她和我堂姐提起那个男人的时候 脸上似乎有些不耐烦 我因为身体的原因 姐姐变对我很好 后来我和简衡也有过几次交锋 但是最后都是我获胜 简衡和姐姐说我是装的 不错 我是装的 可是我对姐姐的心没有变过 姐姐也不相信简衡的话 姐姐终于和那个男人分手了 得到这个消息的我欣喜若狂 我正式开始追求姐姐 可是为什么 那个男人还是那样碍眼 他都和姐姐分手了 却还是缠着姐姐 我私下曾经找过简衡 刺激过他好几次 但是那个男人依旧不会所动 我告诉自己定要忍住 既然想要上位 最后忍耐住的才是赢家 我赢了 我娶了姐姐 在婚礼那天 其实我看到了简衡了 他躲在人群中 深深地看着台上的姐姐 我和他对视 朝着他扬起个胜利的微笑 他落荒而逃 他终于消失了 我看着身边穿着婚纱的姐姐 心里瞬间被填满 我18岁就爱上了女孩子 终于是我的了 简衡番外 这是我和木暮分开的地年 也是木暮结婚的地年 这些年 我在国外值个人 我在和木暮分开之后 就只用小号 偷偷关注木暮的微博 我其实直都知道 木暮有这个微博 我曾经在许清清那里看到过 我也只知道 木暮会在这个微博里 分享她的生活点滴 在这里 我的名字曾经出现的最多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没我的名字 开始出现的越来越少 我是什么时候发现 木暮不爱我吧 应该就是我发现 她的微博里 我的名字正在点点消失吧 我承认 和木暮在起的时候 我分了太多的目光给许清清 我也知道 其实我是放不下许清清的 许清清是我的初恋 也是我的第一个女人 所以在她和我分手后 我直念念不忘 即便后来我和木暮在起 和木暮在起 我是开心的 但是我总是觉得 哪里不圆满 于是我质疑哥哥的名义 照顾许清清 即便我和他发生过关系 我也坚信 木暮不会离开我 因为在我和木暮的 这段感情中 直都是木暮迁就着我 我知道 木暮爱我 很爱很爱 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份爱 所以我总是那样肆无忌惮 甚至于 我在刚发现 木暮对我冷淡的时候 我的递反应 不是木暮不喜欢我了 而是他又在玩把戏 试图分散我的注意力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逐渐地意识到了 不对劲的地方 木暮好像眼里真的没有我 我只以为 自己是不喜欢木暮的 可是在看到木暮 对我冷淡的态度的时候 我居然感觉到心里寒 真奇怪 我不是不喜欢木暮的吗 可是为什么 看到他这样 我的心里会这么难受呢 我打开了木暮的微博 我看着他 分享自己吃的美食 看着他分享和小姐妹之间的聚会 可是唯独 没有了我的身影 我慌乱地 开始翻他从前的消息 还好 关于我和他的那些故事 他还没有删除 紧接着 更大的危机来了 在某天陪着许清清 起逛街的时候 我看到了 从来不和男人 有什么密切交流的木暮 身边站了个好看的年轻男人 那是我第一次有危机感 我慌乱地 甚至顾不得身边的许清清 上前就要和那男人理论 但是木暮的不耐烦的语气 无所谓的态度 以及那句 他只是我的弟弟 你能不能大度点 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这句话 杀伤力这么大 从那天开始 那男人就频繁地出现在了木暮的生活中 木暮不再陪着我 平常去照顾那个柔弱的少年 我个人等着木暮回家的时候 忽然笑了声 原来被敷衍 被不耐烦 是这种感觉 原来 我曾经对着木暮说 清清只是我的妹妹 这句话 反噬到我的身上会这么难受 刀子插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真的很疼 看着木暮对我日不如日的态度 我心痛难忍 我终于意识到 我好像喜欢木暮 只是 木暮依旧对我态度很差 无论我做了多少的努力 他总是那副不痛不痒的表情 我终于爆发了 失去理智的我和他说了分手 当时我只是说了气话 我没想到 木暮真的顺理成章地和我分手了 很快 所有人都知道我甩了木暮 我是个负心汉 但我也顾不得这些难听的话了 我只想让木暮回来 我去找了木暮 木暮面无表情地 说出了我和许清清之间的事情 我跪在地上哀求木暮 可是他去轻飘飘地嫌弃我脏 击碎了我所有的心情 我在家里颓废了好久 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 我开始注意木暮的举动 我看着木暮和那个男人越走越近 我却没什么办法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男人住在了木暮的家里 我几乎要发疯 我在木暮的家门外等了夜 我告诉自己 只要木暮愿意回头 我不介意的 我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那个男人 居然装病来离间我和木暮之间的感情 我想要告诉木暮那个男人是装的 可木暮冷淡的眼神 冰冷的话语 终于切断了我最后的幻想 木暮她彻底不相信我了 我终日在家里酗酒 在这期间 许清清来哀求我救救她 我看着许清清那张哭着梨花淡雨的脸 发自内心的而感到厌烦 如果我当初可以坚守住自己的底线 我就不会失去木暮 那个曾经只爱我的木暮 我出国了 我创建了个小号 偷偷看她的微博 我和她的过去都被她彻底删除了 取而代之的是她和另外一个男人的身影 在我出国 一个月 木暮再次恋爱了 和那个男人 想到曾经只属于我的少女 要和另外的男人做的最亲密的事情 我连呼吸都觉得疼 这可 我终于知道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会植物条件的为另外个人输出的 在我出国的地年 木暮结婚了 我给她寄了我们曾经起座的小玩意 偷偷地回国看着她结婚 曾经只爱我的少女 现在依偎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怀里 他们在人们的祝福声中接吻 在我和木暮分开的地年 木暮生了个小女孩 我们的共同好友 给我发了木暮女儿的照片 她的女儿很可爱 我想 如果这是我和木暮的女儿 应该也会这么可爱吧 在我和木暮分开的地年 我回国了 我没想到 仅仅是随意地逛了个商场 我居然和木暮家人偶遇 那个男人抱着小小姑娘 木暮就在旁边逗着小姑娘 和木暮对视的那瞬 我僵硬了 我在想 木暮会不会嫌弃地转头 又或者对我露出 带着恨意的目光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 只是我没想到 木暮看了我没有任何表情 她面不改色地 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我回头 看着木暮的身影愣神 那刻 我知道 原来世界上最可怕的 不是贤爱这人的恨意 而是她彻底的无视 恍然间 我又看到那年 我和木暮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木暮还爱我 她看着我 哀求道 简横 今天是我的生日 所以你能不能 再回头看我一眼 全文完